为解决军公里东山路长年淹水的问题 去年原本已经由县府设计好香韩等工程师设 县议员罗美玲说 但是到今年都快六月份了 却由于管线的问题 仍然无法施工 整个工程严重的延宕 因此再度召开协调会 协调管线迁移的问题 南投市东山路这边长期受到血患之苦 去年就有跟公务处这边做协调 协调结果就是说 在去年底可以完成虚洪池 香韩还有固定抽水站的工程 可是到今年六月了 我们还因为管线的问题 无法顺利的施工 可以说是整个工程是严重的延宕 经过三次的协调 我们各个单位就管线的问题 今天做了最后一次的协调 军公里东山路当地的人民表示 这项工程已经拖延两年了 希望在雨季来临时 赶快做好阴影措施 军公里东山路的排水系统的问题 已经拖了将近两年了 我有建议说从后面的虚洪池 还有抽水站先做 因为雨季马上来了 假如先做的话 可能一个月可以做好 万一雨季来的话 马上可以用得到 就可以马上将机车的部分 抽到外面的河床 那东山路那边的百姓就不用再 像以前这样遇到雨的话 室内都祭水 那就很麻烦 县议员罗美宁表示 协调的结果发现 有些打算施设香含位置的管线 是无法迁移的 只能把侧沟加大 目标是在两个月内完成 因为讯期快到了 他希望相关单位能尽速完成 今天我们发现说协调的结果是 管线有些部分是无法更动的 那只好呢就是说 把香含的部分呢 这工程拿掉 我们就是把这个测购来加大 那我们希望说 在两个月内 这是公务处的这个承诺 两个月内呢 我们把所有的工程都完成 赶在这个台风天汛起来之前呢 让这个军工里的黎民 不再受到这个血患之苦 那我们也希望说 相关单位能够更加的积极 马上的这个动工 让整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这场军工里东山路管线协调会 在县府会议室召开 县议员罗美玲表示 讯期就快到了 希望县府能依照协调结果 尽速在两个月内完成 让东山路两侧的住户 免于水患之苦 记者王水仙南投市采访报道